自己投资了20年 什么分析工具都几乎听过用过 什么RSI背词 烈口一定要補 死亡交叉又不交叉 浪败过我今次和青春 最后发现统计是最实际 我以back test 成工具 一起揭开一些假分析的面具 不要再走我走过冤枉路了 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 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也会跟大家讲这个加拿大智慧 今天发现一个比较大的分析 其实我们就延续自制的 自创新的五穷六绝七番新 大家看之前的几集可以留意 今天就不是讲差事的 如果我们看到刚新的统计 如果两个月上升 原来对于在下一个月和下半年的走势 是有很明显的大动 我今天也会跟大家分析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那现在我录片的时候 就大事可以做出反弹 有不同的指数 也都是踏入了这个条件 有机会发生的话 我们现在在下半年开始之前 要知道和准备 莫慧在年来九年才知道 那如果你看片的时候 现在是之后 也可以做个参考 因为这个差不多定律 是按统计去做研究的 那首先提醒大家 如果你跟开我们的家族智慧 和教学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片 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走这些投资路 记住在YouTube频道 按订阅和按订阅 去Facebook专页 可以按like和这个赞好 和这个Seaverse就最好了 最好可以下载 我要做款用的APP 我们定期都会举办 一些免费的不同的 食堂分享会 和茶职 包括外地楼 外汇 房地产 我自己的债伦理论 和美股班 也都会通通在link里面 和moneytech.com里面 大家可以看最新的时间 希望在线下 终于见到大家 去一起增值 一起走这条投资路 记住 我们也都是定期的moneytech.com 记住有不同的 免费试堂分享会和茶职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网上 去报名 去报读 我们短期上 都可能会减少少课程 希望大家位置足够 如果大家报名 是来不到的 记住打给我们腾空的位置 因为有人在排队 希望可以在 offline里面 去见到大家 在这个的时间 去和大家增值 投资路里面 首先来说 记住给like和share 还有我有点怀疑的地方 希望大家想到答案 都可以在comment section 解答一下我 让我解一下优秀 但是按回统计 我会召回 有这样的finding 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呢 其实我们延续这件事 其实我们看回 就有一个比较出名的 对冲基金的经理和分析员 就是Ryan Detrick 其实他都有几个workshop 就是阿泰区都做过的 其实他发现就是说 由1952年到2018年 所有记录了5月和6月上升 不是说五穷六绝 在5月和6月上升的话 其实对于下半年的走势 和全年走势有没有贡献呢 其实一有的时候 他就记住了这个表 刚刚在他推特的时候 都展示了这个表 其实你看到 只有四次失效 只有四次失效 我们在说 S&P有用了 如果对于亚太区 包括香港 日本 中国 和马来西亚 有没有这样的用处呢 有就正了 跟我们之前 自创的5穷6穷7番生 就完全相反 但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没有理由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旧皮了 应该呢 现在组合了这几套呢 你应该有一本保仔 写得清清楚了 如何运用 才是黄道 那希望大家记得的时候 再看一会就好了 所以我们先看香港恒生指数 做一个统计先 首先来讲 简介一下 如何做统计先 那看到了 有五行的东西 和一至十二月 第一行就是说 在一月 比如第一 一月连续上升 两个月代表什么呢 就是十二月和一月都上升呢 就会见到有二十次 这样的时候 就是你见到 十月和一月上升呢 就是它统计的资料 然后二月够得升不升呢 就是客同 这就是第二个资料了 那二月看到十六次呢 就是代表一月二月上升 行不行 好了 推到下一行呢 就是两个月上升平均值呢 就是十 比如第一格呢 7.79% 就是说十二月和一月 好了 上升的话 中间如果上升 平均升多少呢 就是八个百分钟 那么 下一个月上升呢 就是二月上升次数就是十次 然后机会有多少呢 就是十除二十 就是五十分钟 那么平均下个月上升呢 就是十点一六分钟 明白吗 那么我再看一看了 而大家一定要做统计 看家律自卫也明白了 就是看最高命进率的 几个月份 和最大回报的几个月份 大家留意了 那么最高命进的月份呢 可算而知 就见到是 最高命进的机会率呢 就是十一月的 等着怪事会出来 好像怪谈那样了 十一月呢 是八成命进了 那就是什么呢 十月如果上升啊 还有十一月上升的话 如果恒生指数的话呢 十二月有八十百分钟 机会是要上升的 那么所以呢 上升的幅度呢 有五点一百分钟 那么如果呢 我想看第二个命进率高一点呢 其实都有的 比如呢 66.7%的 兔仔啊 兔仔啊 喂呀兔仔啊 Vlog一下 兔仔啊 在香港会录下有只兔仔啊 好了 回来先啊 兔仔真的还在啊 兔仔啊 那anyway 那就是 那我们见到呢 这个命进率高呢 就是这两个月份 第二个月份就是六月的 那就是五月六月升呢 七月呢 是会有 差不多七成的上升的 那谁说五穷六决七翻身呢 五五升 六升 七再升啊 啊 升幅呢 是达到有 就是6.5个百分钟 那么夸张的 那第三个月份就是八月了 那么大家可以详细探到一下 但是升幅最厉害呢 反而呢 是一月的 就是十月升 一月升呢 二月会升的机会得五十个百分钟 但是升幅呢 有十个百分钟 那就是跌的那些呢 是很少的 升的那些是很厉害 才有十个百分钟的升幅 买指数都十个百分钟 一个月哦 一个月十个百分钟哦 所以呢 恒生指数呢 你真的要做事 做策略的话 做trading的话 起码有十二个月呢 有四个月份 命速是比较高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了 那么另一个怪事出现呢 就是上证指数 第一样先看一看 因为呢 上证指数呢 连续可能比较波幅一点 连续两个月上升的次数呢 只有单位数字 八次啊 七次 对于糖鸡鸽来说呢 是帮助它少一点 因为它的基数小 但是 可以照做个参考的 你会见到呢 其实我参考也挺有趣的 因为最高命速率 75%呢 又是11月 那你说 喂 中国上证和恒生指数跟嘛 其实不是跟得很足的 两个呢 11月呢 大家记得 就简单点记咯 如果10月 11月升呢 记住12月买东西 因为呢 香港有八成中 上证呢 有75%中 和上证是升10%的 差不多 那 如果看命速率的话呢 又是 10 又是 1月 和10月的 那就是呢 12月和1月上升的话呢 对2月的幅度有帮助 所以呢 你看到呢 在香港和中国来说 都好像冬天 特别是11月呢 是有帮助 多一点点的 大家留意啦 那马来西亚指数呢 我们做了 也都是 继续做了 一些改善的策略 讲一个月 不是下半年啦 那么一个月的话呢 马来西亚的指数呢 就个参考值呢 其实85.7%很高 对不对 又是11月了 又是11月了 所以呢 你说香港 中国香港跟啦 对不对 那马来西亚会不会跟得那么足呢 因为它中间 中国和美国的分柄呢 差不多五五而已 为什么跟得那么足呢 那么美国又不是11月最厉害 对不对 美国是说五月升六月升七 下半年升的 那么那个呢 命中率呢 就85.7% 但是它的升幅呢 就是4%左右 如果最大的升幅呢 你会见到呢 就是这个1月和4月的 所以做的策略呢 都有3个月份的 那么最后呢 就是日经指数啦 可能是比较和外围啦 和美国是相关的 是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 这个11月呢 命中率就不是特别高 但是它命中率80% 是10月哦 就是冬天哦 对不对 就是9月10月升的话呢 对日经指数 11月的是健康一点的 那么第二个命中率高呢 就是2月 感受呢 有点不同 中国香港和上升呢 其实都是11月啦 1月是这样的情况的 日经呢 就是2月和10月 就是两个退 2月退遲了 10月退早了的 那么升幅最高呢 就平平无期 都没有一个特别的明显策略 如果真的要做升幅最高呢 又是11月 那 其实很容易记啦 总之11月啦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不记得呢 开回这段视频 按回watch data呢 那这几套呢 连上 现在不要烦了 现在呢 立刻看片呢 找回之前的新的五共六出生翻身 我们今晚拍了三集不同的跌跌升的策略 在黄金上面最有 黄金白银最有效 恒生市都做了统计 连上这集呢 整个library四集呢 也都可以出书 这样子的了 大家记得出书 给我评计 不行 出书要跟我谈一下 因为我们的内容 对不对 我们一起的嘛 我们一起出书嘛 那么第二个步骤 是不是不做呢 不是的嘛 我们不会只停留在五月六月升 对下半年影响的 是十二个combination有两个升呢 我们都会做回 和下半年有什么影响的 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恒生指数怎么看呢 一样的 一月二十次代表 十月一月升 对于下半年影响呢 就是下面的次数 就是十三次呢 就是下半年都会上升的 那么你看到呢 一至六月呢 就有一个预先性 因为七月八月 九月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呢 都是在下半年里面 所以可能它本身数据都会影响下半年 那么我们要做的话 当然七月八月支是好一点的 所以不是没用 没用的时候 十月支就没用了 因为十月支整个月参 就是全年参都完了 你明白怎么看 但是怎么也好 就照做统计先 如果你回见 机会率最高呢 就是 登登登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对不对 就是我们看到了 和我们之前说的 恒生指数 很少在十月 是没有试过十月见顶 其实策略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十月十一月 似乎都是恒生指数的高位 看不懂 不是每次 似乎都是高位 因为命组率是挺高的 那你说 今时才知道 可能比较迟 不要紧 你看看第二个命组率的高位 就是三月份 三月份 就是说二月 三月上升的话 对于下半年的贡献是最高的 其实二三四月都不错 有七成的命组率 大家都可以参考 可惜录片当中 其实今年 上半年恒生指数 是没试过 抹着两句都上升的 但是有指数是 大家留意 还有不代表七月不是 因为现在说七月和香港的上升 暂时录片 有个比较强势的反弹 在二万八千这个位置 我们新加坡有说的位置 有个反弹 希望这次真的会见底的那只弹 不是就这样反弹 如果就这样反弹 就先扔着 但是如果真的明显反弹 七月八月会上升的话 其实它会带动到下半年会再上升 而升幅差不多有二十 只是指数仍然会在平均半年涨 会上升如二十几百身 只是买指数 所以看到这个趋势是存在的 那上升指数 反 fly 反而来说 竟然看到三个一百百百 分别就是七月 九月和十月的 好 看到的时候 其实在下半年会有一百百百尘上升 和上升幅度 分 上升幅度分red un 四十七百百 和四十四百 是很夸张的 你敢不敢买会人见吧 那你说 如果推翻前 六月之前 肢也有用 譬如6月的時候 你見到71%命盡率 上升的幅度有50% 這麼誇張的 所以暫時來說上證的上半年都是沒有這麼的結果 希望只望7月8月會上升 對於它之後的幫助有100%的貢獻 所以如果上證指數100%下半年升 那行升指數也不會差到在哪裡 所以希望在將來的你看影片可以留意 還有為什麼有這樣的現象呢 我就有點奇怪 為什麼兩個月上升對下半年有這麼明顯的策略呢 為什麼大家可以留言去發表一下 你自己思考的模式或者為什麼的這樣的原因 大家都可以聊一下八卦一下吧 那馬來西亞就有點不同了 在錄片的時候呢 上半年已經試過抹著兩個月的上升 那大家看一看你的統計吧 如果上升上半年的機會呢 可能的機會是比對下半年的貢獻比較低 但好過沒有啦 因為呢 其實講的3月份呢 其實只有57%的機會率的 但是呢 香港也都有馬來西亞的ETF 希望對下半年真的會有警方發生 而現在按統計來說呢 其實是不差的 如果真的升呢 其實都會有19%上升的 那下半年的話呢 最好呢 也都在7月8月呢 其實會上升 因為見到8月的統計呢 有83%會貢獻到呢 下半年馬來西亞馬子呢 其實有上升機會是很高 而上升的幅度呢 又有24%的 那最厲害的就是9月是100%命進 希望都是啦 最好就是7月8月9月都上升 最好高月都上升啦 當然 那現在呢 現在就可以看回這個結果了 那日經平均指數呢 其實最厲害呢 又是10月啦 10月呢 其實剛才說的 以單月來說也是10月啦 現在說回下半年連結呢 10月對它令出率是最高的 然後最不準呢 就是5月 就是千萬不要4月5月升 因為對下半年呢 其實呢 沒有一個上升的影響的 所以大家留意這個做參考 那所以呢 這個新的5升6升7班新的話 這個整個新的系列呢 希望大家都喜歡和做個參考 亞太區這四個主要指數呢 大家應該都不會不留意的 記住啦 給個like和給個share 讚好 是我們做街頭智慧的原動力 因為街頭智慧呢 是比較繁複些 複雜些 少些人會看的 因為呢 它是比較深一些 如果你在看呢 嘩 你情租真的夠高尚了 大家一定推動這個文化 不可以這麼表面的嘛 一定要做多些研究嘛 就大家要給個like和share 那我都好好交代 我們要繼續去找一些 可能外面根本沒有講過的findings 但是呢 數據上面和大數據上面呢 是可以backtest去證明 令到我們的組合可以得益的 希望大家就給like和share和留言 大家互動一下啦 下次再見到大家了 投資不是大學專理 下次見 拜拜